大家好,欢迎来到部落战争,我是JL 今天呢,Supers要给我们一个新消息 就是他们开始要对玩家使用外挂 使用模拟器的玩家开始下手了 准备要分掉这些玩家 测试一个好消息 也是对一些用外挂的玩家来说是坏消息 个人觉得这个消息其实是好消息 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不用 都不用的话,实际上是比较公平 你也就省得花那么多时间 其实对这个游戏的乐爱还是一样不解 其实这个分不分外挂对我影响已经不大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个东西了 自从开始录视频以来,就不打算用这个东西 还有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九本的三星视频 九本三星视频也是自从改版以来我就很少讲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九本三星 至于十一本三星真的是越来越难 并不是说这次更新不可以用模拟器什么的 十一本三星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三星都落到下面十本 而且十本的三星都是靠十一本来打 这样子也就是雷蒂混合这个部落 雷蒂现在变成混合部落 混合部落的话完全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取胜 九本三星和十本三星变成了非常的关键 至关重要 不难的话不可能取胜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看一下九本三星 而且现在的九本最新打法和以前的十珠打法 有一些不一样 也就是这个女武神带来的改变 现在的九本和之前的九本打法 就是之前九本喜欢多石猪流 比如说最少两只石头 最多可以带到三只石头的石猪流 目的也很明显就是进去打女 打掉女王 踩掉一个炸弹 两个炸弹这样子 然后剩下就是猪收尾 现在的话你在用这个打法也可以 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原因 最好不要用这个天女的话 就就非常的性价比就非常的低 而且你用了天女之后 你的就石头的量只能用两颗最多了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伤 天女的性价比就没有以前那么高 所以说大家使用天女的出来打的机会 就会越来越少 至于用那个女武神 搭配石头 搭配国王 搭配国王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他联盟还带了三只女武神 一共是七只 实际上其实是八只女武神 女武神一路经过的话 都是一片废墟 这样子的话直接给国王就是走进内部的速度 是加快了很多 这样子国王只要技能一爆 很多防御就是很容易就被打掉了 七八只女武神起来是一起打是很恐怖的 差不多可以秒掉一下到甚至两下秒掉所有建筑物 然后呢核心部分差不多就被女武神打了差不多了 那这样租进来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踩到内部的炸弹 所以说新女武神搭配石株流打 确实比纯石株流打好多也轻松多了 我就是刚开始女武神出来的时候我也用的不是很习惯 现在是稍微习惯了一点 但平常出去打钱也是很小气 因为女武神一套下来要花三千六的黑 出去打的话还不一定打得到三千六的黑 加奖励是可以 但是没奖励的话是打不到了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一套兵种 全女武神流比如说是带十五只以上的话就非常的昂贵 这个地震呢我个人觉得建议是再往上挪一点 把那个就是十二点钟这个反攻这个格子也给它震掉 它既然没震掉 它这里面呢就没有用那个天女流了 它直接用最传统的双石女武神双石双王 其实旧的传统的方法并不是不好 就是问题就是 就是续航能力就完全不够嘛 好一样是女武神进来 你有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用地震 现在以前是不喜欢 现在是非常喜欢 原因很明显 女武神进去是被震后的防御后 女武神进去就是秒 除了秒还是秒 所以说女武神这样子进去的话 是少内部核心防御是非常快的速度 这个无意说是最好的搭配的 而且你猪也是需要内部女武神进去清理掉内部 而且是踩掉一些炸弹 女武神也不怕炸弹 所以说女武神配猪是绝配的 现在10本11本也是一样 女武神就是15神配猪 配点猪确实是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 再给大家讲一个就差不多了 因为9本的话 这个是有空中的 我先把这个给暂停掉 我不喜欢给大家看有空中的 空军的 大多数都是我们几乎是90% 用的都是10 10株流配武神 10株女武神 就15 怎么叫个名字也叫不出来 10株武神流 这套打法呢 个人觉得完全比那套 旧的10株流好很多 这个攻击也犹豫了太久了吧 好你选择攻击点 很明显要选择往23点地方攻击 女王因为可以在这边走来走去 你也可以往 9点10点打 也无所谓 因为女王正在中央 他正好可以打得到女王了 这个很奇怪 看来他女王保护的不够好 好 那准备是往 9点方向走 其实用啊稍微女武神啊之类的东西内部一定要开哈 不开的话女武神会跑丢掉 确实是要等到法师把防御打掉才下武神哈 不能下太急 武神进去之后 你如果有狂的话 开个狂可以秒掉一切哈 但是你已经有地震 震了 玩这些防御之后 就是很脆弱哈 女武神正好是 进去可以瞬间 就是挥出来 他的第一下 这一下的话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哈 因为被震过后的防御已经是非常的薄弱哈 再被女武神撞一下就一下子被秒掉了哈 不管你是写多的还是写少的 都是差不多一下子被秒掉 那这样子的话啊 有时候我个人很喜欢是国王搭配女武神 而且特别是在核心部位的时候哈 就是走到正的核心的时候 我国王直接开技能 那样子刘虎神就 嗯 死掉的机会就更少 这样子 国王啊 就是在内部打的速度也很快哈 所以我一般来说就是国王进去和刘虎神进去 我直接是开技能 这样子和下一个狂暴哈 刘虎神就可以清得非常非常的快 最近呢呃打十本三星是有出现过一次了哈 呃大号出现过这是第二次了哈 出现两次小号一次都还没出现 这就是我打十本三星的哈 我一般来说是啊 就是把遇到这种内部全部都是格子的 而且就全部连在中心哈 像一个炸弹 不是炸弹 四个阵就全部正开 这样子的阵哈 我就很喜欢用啊 牛神牛配猪哈 呃其实就是牛神走内部就可以把内部所有的给打掉哈 但外部的话就 最外部的话就只有靠猪了哈 所以我带了一些猪也就是这个原因 好 其实现在十本的联盟很多人都已经就是懂了哈 嗯 用龙做联盟 确实是很好 现在很很多人就是为了防 就是啊 牛神牛哈 内部都是摆了一些石头人 因为石头人自爆的伤害好像是说 是多少 好像是七百多哈 七百多的伤害的话 给牛神无疑是一个惨烈的哈 这个很惨痛的代价哈 怎么说呢啊 牛神一共就大概一千的血量 被你炸七百多 如果是残血的牛神就是直接被炸死 哈 你加血都来不及 所以说相当于 嗯 双炸弹的哈 就是呃 石头自爆的威力相当于双炸弹 是很恐怖的 是七百多还是四百多 我也忘记了哈 嗯 所以说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喜欢用 呃 石头哈 开始不理解 原来大家都是利用石头自爆的威力哈 所以其实我刚打这个的时候也有运气成分很大 用牛神其实就是完全拼运气哈 你只要让他走进核心部位的话 他一般来说是会有百分之七八十可以拿下三星 没进核心的话是百分百是 呵 拿一星的哈 所以说差不多牛神就 就是在九本十本 甚至十一本都是大家全部都是用他嘛哈 呃 现在就是盛行用牛神大家也就不用 琢磨新的什么打法哈 暂时是先用他呃 如果他在下次更新被削弱的话哈 大家就再想一想用新的打法 好了 这期差不多 哎 就讲到这里了哈 嗯 呃 上网是有看见一些呃呃 成员就是说问我如何啊 宣传部落哈 其实呢 这期呢 比较忙哈 没没有空 下一期的话 我会去呃 采访这些部落去给大家宣传一下 哈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